來看它是怎樣的一個大躍進 我們從來沒有一次看過美國 如此密集而激烈的 對於中國導彈威脅 做出這樣的反應 一連串的 美中正在上演電影 雙子對決的至尊之真 美國看到了什麼危機呢 最近 在亞洲跟印度洋海上 我跟你講 軍艦之多 我認為可以登上金氏世界紀錄 軍艦之多 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多軍艦 而且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麼多軍艦 因為全世界各國都在 潑圖大賽 把圖潑上網 好 昨天是最熱鬧最熱鬧 空前熱鬧的天 我們先來看昨天 這個是印太 美軍印太司令部 昨天在官網上潑了一張圖 這張圖簡直太震撼了 這個是電影海報吧 不是電影海報 他說這個是我們的軍艦圖 給你看 這個多震撼了 來 導播看一下 中間是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 這個是伊伊莎白女王 女王號航空母艦 這是嘉賀號日本的準航空母艦 三航空母艦打頭陣 好 看英國的驅逐艦 美國的驅逐艦 美國的驅逐艦 這個是補級艦 澳洲的驅逐艦 美國的巡洋艦 日本的驅逐艦 美英日澳 哇 那種氣勢非常磅礡 大角度的飛機領先 然後後面這樣軍隊 這有沒有震撼到 非常震撼 像電影海報一般 昨天 這是公布的 對 昨天第七艦隊的官網 潑了這一張 還沒完 還有料 這是印太司令部的官網 這個印度洋對不對 對 這昨天 好 這在哪裡 這在菲律賓灣 就在我們旁邊 菲律賓海也有 菲律賓海 對 菲律賓海 注意看 重要的是這一艘艦 這一艘是德國的驅逐艦 哇 德國也搬個地球之後 他也過來了 對 巴伐利亞號 然後他旁邊兩艘 美國的軍艦 跟他做聯合軍演 我跟你講 這一艘德國巴伐利亞號 非常非常的忙 他一出海七月 在雅丁灣 對 跟雷根號航空母艦 伊麗莎白航空母艦 做聯合軍演 是 然後他遠遠跑到澳洲去 跟澳洲聯合軍演 然後跑到東京去做聯合軍演 然後跑到關島去 現在要跑到菲律賓 他下一個要到東京灣去 他到處在做聯合軍演 為什麼德國把這一艘艦 看得這麼重要 在所有場合都要錄像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德國注重陸戰 他不注重海戰 但德國這一艘艦 非常厲害 這是他的寶貝你知道嗎 他總共 他現在叫做布蘭登堡級巡防艦 這是他第三艘 你知道這個巡防艦有多厲害嗎 來 我們來看這個海公羊 全世界唯一艘 你知道德國的工藝是很厲害的 德國工藝是很厲害的 那他這什麼東西呢 有什麼厲害的 我告訴你 現在去打艦艇的飛彈 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 掠海 掠海你就打不到他了 第二個 他會迂迴 會轉彎的 那更難打了 第三個超音速 你根本打不動 那我問你 現在軍艦要對付這種 掠海的 迂迴的超音速 我怎麼打他呢 反艦飛彈朝我而來 就這個 這個好厲害 這超級反反艦飛彈 就對付反艦飛彈 我跟你講他有多厲害 第一個 他雷達到 一捕獲到 一捕獲到對方飛彈來了 從雷達搜尋到 通知飛彈啟用八秒鐘 從飛彈通知被啟用 到發射出去 你都要幾秒鐘 幾秒鐘 兩秒 反應時間這麼快 反應時間這麼快 兩秒 而且他一打出去之後 你剛看 好像我們只是看這樣 飛出去對不對 兩馬赫 超音速就飆出去了 對 兩馬赫 巴打出去 所以這是全世界 德國人最得意的 所以他這次把他這個寶貝 弄來亞洲 雅丁灣 印度洋 澳洲 東京灣全部都繞一片 給你們看 我有這麼厲害的寶貝 德國公益 這個寶貝正在那個地方 難怪超級門神 你根本沒辦法 越雷尺一步 好了 我們講了 昨天撲了兩張照片對不對 大家不要忘記這張照片 哇 這張照片可怕了 這麼多 這麼多箭 啪啦啦 中國大陸五艘艦 俄羅斯五艘艦 十艘艦聯合出動演訓 而且經過日本的清津海峽 日本人嚇壞了你知道嗎 在路上 在日本的路上 都能夠看到這十艘 龐然巨艦 好 這個照片也很嚇人 好了 我們台灣沒有落人之後的 我們昨天也PO一張圖給大家看 我們在抗中第一線 台灣的角色在哪裡 我們也來演習 這台灣非常非常非常漢見 把我們部隊大編隊作戰演習的招片 昨天釋出來 破出來 對 我們昨天是五艦 破出來是五艦聯合演習 我要跟大家講 哪五艦聯合演習 第一個 他以既得艦做旗艦 帶領了一艘成功級 帶領了兩艘拉法葉級 再帶領了一艘油彈補級艦 五艘聯合作戰編隊演習 各位觀眾一定覺得 就五艘艦 油一碗不對的 這是有非常特殊的 既得艦是我們國軍最大的一艘艦 它派了將近一萬噸 九千七百多噸 它三大功能都有 防空 反艦 反潛 而且它很厲害 你知道它防空是用什麼 標二飛彈 標二飛彈是我們現在最好的 然後它這個反艦 水面的 它是魚叉 魚叉飛彈去反艦的 水底的更厲害 這是我們最厲害的 火箭魚雷 那前面的三艘 那馬老師 怎麼擺正 擺個成功級在前面 在中間是什麼東西 大家要知道 成功級它也會防空 但最重要是反艦 聽到反艦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概念 它主要配備什麼 熊 熊二 熊三 熊二 熊三 就算是准到不行 打穿小漁船的 對 它讓成功級在上面 就是你跟我 你的艦隊遇到我的時候 我就熊二 熊三來對付你 熊二 熊三 那大家就問了 馬老師 那我們的拉法業界 就康定級 康定級以前叫拉法業界 那我們的康定級是幹什麼 康定級當然也會防空 但康定級最主要是反潛 昨天我們也播出這個影片來 所以我們居然五艦聯合 也在軍演 哇 整個海面上 到處都是軍艦 在那邊軍演 所以馬老師我們現在看到了 你剛剛往南 看到了印度洋 看到了菲律賓 然後又看到了 北方中二秀馬手 我們也有角色 這個大洋的包圍的背後 到底看到了 來自於共軍什麼樣的威脅 好 當然我剛剛講了 昨天大家剖照片 海洋照片 都是秀馬手的意思 雖然好看 裡面有一點煙硝味 但還是不緊張 我告訴你 昨天更重要的是飛彈 飛彈 對 第一個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上午10點17分 一個不知名的飛彈 從北韓打過來 北韓 不知名 對不對 好了 不知名我剛剛講兩個 一個是它速度很快 它飛到60公里的高空 60公里 然後飛了450公里 掉到日本海 對 日本氣死了 那最重要說不知名 就是不知道它是哪發射的 現在北韓自己說了 我是潛射飛彈 哇 它從水底打出了潛射飛彈 這下美國 日本 韓國家跳腳 為什麼潛射飛彈 它會讓它跳腳 因為我如果北韓跟南韓開戰 你看 美軍第一件事情 就把你的陸基飛彈基地 我打爛 我都知道在哪裡 對 我都知道在哪裡 而且數量不多 我把你打爛掉 但你現在有潛艇隱藏到 你有第二級的能力 你潛射飛彈 砰一下 這個就我受不了了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美國印太司令部 雖然發聲明譴責 但講一個金小棒 聽了會氣炸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他說 不構成立即威脅 他就是要你跳腳 你理得不理我 你這個潛射飛彈 我根本不看在眼裡面 但他什麼看在眼裡面呢 昨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普萊斯講了一句話 連我聽的都膽戰心驚 他說什麼 這是美國國務院發言普萊斯 他講這個 他今年 注意聽 今年到上個月底 也就一月到九月 中國大陸已發射 250枚彈道導彈 全世界射最多的 老美眼中真正的威脅是他 他老美的衛星一直盯著 他看 就像講 一到九月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發250枚彈道導彈去試驗 代表什麼 代表他彈道導彈 非常非常成熟了 他全世界發 試驗發彈道導彈 最多的一個國家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不要忘記 他還有一個 央視 昨天 大家就在昨天播嘛 央視昨天播這個 讓美國人 害怕的影片 注意看 中國推動了全世界最大的固體火焰引擎 注意看它的這個引擎的直徑 3.5公尺 沒有這麼大的 是 它的重要量150噸 你知道它這個推力可以推多少上太空嗎 多種 500噸 500噸的重量 500噸 全世界最大的推力引擎500噸 好 那它推500噸 上太空 我就問了你一件事情 央視 破了這個 比昨天傳出 中國大陸 試射了一個超高音速 這個飛彈在太空巡視圈 還嚴重 它不就是噴個火而已嗎 開玩笑 這代表兩個意義 你知道 一般的飛彈跟太空船 它是用什麼東西 是用液態燃料 像美國的義勇兵 他全部都在地下 那個井裡面 它一分到核彈起飛 它不是馬上射的 它先灌注液態燃料進去 灌注液態燃料 它才能夠出去 那它平常不能灌注好嗎 不行 因為那會揮發 那會漏掉 所以它很麻煩 那液態燃料有個好處 就是它很麻煩 它構造很複雜 那它灌注進去之後 它可以分斷 我有各種閥 我點燃 結果它因為有很多閥 它可以分斷點火 我可以分斷點火 我可以用閥把它控制住 你這一段燒完 我就讓你飄 飄完以後再啟動第二段 再讓你飄不飄 所以那個義勇兵可以啪一下 越洋射一萬公里 接力式的點火 接力式的點火射出去 但是飛毛腿就不行了 飛毛腿就用固態 為什麼 固態是一點鑿之後 就一根燒到底了 不能中途停的 一點燃我出去 我也不能叫你轉彎 我也不能幹嘛 就設定目標 一支就打出去了 燒完就拋物線打了 飛毛腿這個 好 我們台灣的都是固態的 固態打出去 就一定要 就燒到完了 燒到完了 對 那液態可以分斷 看這是液態可以分斷 固態就是一根燒到底了 那老共先弄個這麼大的 固態燃料 為什麼老美嚇到了 因為 他用了一個老美最簡單的技術 這老美發明了技術 老美用了一個電控固體推進器 這什麼意思呢 老美一直在想說固態的還是比較厲害 但液態的比較方便 那我能不能控制固態 有 老美居然弄個電控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弄電極 我用電極幫你點火 點火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讓你燒到這邊 我就把你火滅了 我懂了 它達到了液態燃料的分斷點火的效果 我不必分斷點火 我就把你弄掉 弄掉以後需要我再把你點火 點火之後你到這邊 我再把你滅掉 我用電極去刺激你 我把你滅掉之後 我再用電極一燒你又啟動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飛彈一打出去 打出去我那個大推力 因為它推力比較大 固態的推力比遠遠大於液態的 我推力打出去又急猛 一打出去之後我把火停了 我在太空中滑翔 滑翔 你的飛彈一過來 攔截我 我又點火 我又點火可以變換姿態 他們就變戰機在空中飛了 我又點火又可以變換姿態 你攔不到我 還沒完 我把他滑翔已經算好我速度了 我一點火 咻就飛過去了 那我再空中滑翔 你越點火 我到你上面 我穿點火 巴結就打下去了 老共昨天央視搞了這個東西 這為什麼你剛開始講 雙子殺手 英文一樣 美國發明新東西 老共就去學 美國發明新東西 老共的武器跟美國越來越像了 所以你一開始講雙子殺手 就這個意義 高命 嬰兒 在世界中的大洲 製作部分 最新κι度 一開始 想說雙子殺手 這次 … 靠 我